一句简单却暖心的加油打气 奥克兰特雷莎学校的学生们拿出纸笔 写下自己的祝福 希望在无情的战火下 让乌克兰的孩子知道 他们在远方的国家关心着 这个活动的发起者 来自两位青年级的学生 对于学生主动发起此活动 学校校长表示非常自豪 希望能够抛栓隐喻 有更多的学校学生一起加入 他们想做一些更新的 他们感觉他们有的能力 我认为我们真的想肯定成为未来的领导 写这些学生 说我们有你的背景 或我们跟着你 战争往往让人们想到 残酷和生冷 鲜血和生命 但也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温度 温暖的人性依旧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